肝膽肝胃疾病 肝膽肝胃疾病 ERCP 內視鏡逆行性膽移管攝影術 會更有效地改善總膽管的阻塞問題 可以大幅降低感染的風險 病人的恢復 常常都是在一到兩天就可以順利出院 光田醫學院健康一起來 大家好 我是肝膽腸胃科陳俊卿陳醫師 人體正常的機制是下 肝臟會製造我們身體所需要的膽子 膽子會幫助我們脂肪的分解跟吸收 透過這個膽管系統 膽子會放到膽囊儲存 那我們吃了東西之後 膽囊就準備要說說 進而把膽子送入總膽管 總膽管再送入十二指腸 那如果我們膽子裡面的 富含的膽鹽 磷子 膽固醇 這個成分有失衡 那這個膽子就會變得比較粘稠 進而產生結晶 進而產生結石 那這些膽囊的結石可能會塞住膽囊 也可能會掉入膽管 那掉入膽管的結石 如果剛好卡住膽子排不出去 就會造成膽管的發炎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膽管炎 那膽管炎呢 這些逆形的膽子也可能會回到肝臟裡面去 去造成肝細胞的損傷 或者是進到血液循環中 那會造成肝臟的發炎 或者是進而產生敗血症 膽管炎呢 常見的症狀有哪些 通常膽管發炎的時候 會伴隨肚子痛 那耗發的位置 就在我們的上腹 右上腹 有時候痛起來會痛到背後 那會伴隨著噁心想吐 那通常會發生在吃完大餐後的 一小時甚至到半夜 那膽管一發炎呢 會伴隨著發燒 甚至有時候在發燒之前還會胃寒 那第三個呢 這個皮膚可能會變滑 小便呢 會變得比較像茶色的尿液 那大便呢 有時候會變成灰白便 那甚至呢 皮膚會比較容易搔癢 創筒方式 我們會用外科手術 把這個腫膽管打開 再進行取食或碎食 然後之後呢 還要在腫膽管放一個叫做T型管 大概要放一個月 確定沒有問題 才可以移除 目前我們所用的技術 是內視鏡的技術 叫做ERCP 內視鏡逆行性膽移管攝影術 那我們透過內視鏡進度到總膽管裡面 然後呢 透過X光機的透視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總膽管裡面 有沒有結石 結石有幾顆 它的大小怎麼樣 然後我們會搭配 我們一些治療的器械 來進行引流 這個乳圖的切開 器械進到總膽管裡面去 把這個石頭 繳碎 或者是用氣球把它取出 那所以呢 這種內視鏡的技術 會更有效的改善總膽管的阻塞問題 那可以大幅降低感染的風險 那且病患不必要用到外科手術 那病人的恢復 常常都是在一到兩天 就可以順利出院 ERCP 就是內視鏡膽移管攝影術 我們可以應用的範圍 不管是檢查或治療 可以包括膽管結尺之外 任何原因造成阻塞性的黃膽 或者是慢性急性的胰臟炎 膽管癌 膽管癌 或者是部門原因的膽管擴張 都可以考慮使用這項的技術 來進行相關的檢查及治療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個個案 南部的有一個80歲的阿嬤 過去她因為中風長期臥床 那這次因為高燒肚子痛 食慾不佳 已經躺了兩天了 那附近的診所診斷是發現 華儀有腫膽管的結尺卡住了 那透過有人的介紹 來到本院治療 那我們就隔天就進行 逆行性的膽移管攝影術 就是所謂的ERCP 透過電腦斷層發現 腫膽管的末端有卡住一顆 大概一公分左右的結尺 我們利用十二指腸鏡抵達 膽管的開口 發現石頭牽埋在乳圖裡面 我們再利用卵式的導管 跨過結尺進入總膽管 我們利用電刀 將這個肥大的乳圖切開 大概一公分左右 我們利用器械進入到總膽管裡面 然後就嘗試去套路石頭 利用碎石網套路石頭之後 進而做碎石的動作 這個超過一公分以上的結石 我們利用碎石的道具 順利的取出完成治療 那阿嬤隔天就可以出院了 所以也能夠避免 還要再開一個大刀取食的風險 那膽管結石哪些人 是所謂的高危險群 那膽管結石跟膽管結石的原因類似 第一個 40歲以上 第二個 女生比較容易得到結石 第三個 肥胖 第四個 有家族死的人 那第五個 肝硬化的患者 那不明原因的皮脹腫大 包括一些龍血性的疾病 那這些都是容易產生 膽囊及膽管結石的高危險群 那建議有這些高風險的族群 可能都可以進行一般的抽血 或者是腹部超音波的檢查 盡早發現 你已經得到膽囊結石 能夠及早治療 如何預防膽管產生結石 第一個 要多喝水 少吃太油膩的食物 第二個 要盡量控制我們適當的體重 不要讓自己的體重過重 第三個 三餐飲食的時間要規律 定時 定量 讓我們的膽囊的縮縮 能夠正常 膽汁的成分能夠正常 那這樣子 當然就比較能夠避免膽汁預計的情況 進而產生結石的發生 光田醫學院健康一起來 我是肝膽腸胃科陳俊清醫師 是你肝膽相照的健康顧問